2月13日消息 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发布微博预告业界新机参数 C1.5K OLED SM75506000了吗? 评论区普遍认为是EQC9手机的参数信息 消息称EQC9手机有望配备1.5K OLED屏 骁龙7Gen3芯片 6000毫安时电池 整理这款手机参数信息如下 屏幕 1.5K OLED屏幕 SOC骁龙7Gen3芯片 电池6000毫安时 另据此前报道 上一代机型EQC8在2023年9月7日开售 主打LCD屏加加添基8200处理器 其售价为1699元8加256G 消息称EQC9手机有望配备1.5K OLED屏 骁龙7Gen3芯片 6000毫安时电池 据介绍 EQC8搭载了联发科天机8200芯片 要PDDR5内存 UFS3.1闪存 采用了3002平方毫米 ECG热板 散热总面积达250026平方毫米 厚875毫米 重201.5克 提供月磁白 星也轻 耀夜黑 三种配色 屏幕方面 这款手机采用了6.64英寸2388×1080分辨率120Hz刷新率周CD打鼓制屏 拥有240Hz游戏触控采样率 亮度典型值达480N 峰值亮度达500N 激发亮度650N 通过HDR10认证 支持全局DC调光 其他方面 该机内置5000M电池 支持1460次深度充放电循环 支持120万快充 10分钟充电50% 支持30万融合快充协议和65万PD快充 并支持7.5瓦反向充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